各縣市都在關注財政收支劃分法 該如何修正 今天新竹市長高鴻安 更跟新竹市議員一塊北上 拜會立法院的民眾黨 跟國民黨團 而拜訪國民黨團時 立法院長韓國瑜 他也親自來到現場致議 更點名了現場總共有七名 藍營立委包圍高鴻安 讓韓國瑜不禁開玩笑說 高鴻安看起來好像是白雪公主 大家開心合影 立法院長韓國瑜突然 數起人頭語出驚句 全場笑聲不斷 韓氏幽默信首年來 只不過這效果太突然 新竹市長高鴻安 先是瞪大雙眼 看了看現場 七名藍營立委包圍著他 還真呼應白雪公主 高鴻安一起來 來來來來 一起來 歡迎歡迎 韓院長到場親自熱情招呼 不僅是因為新竹市長 北上立法院 更是高鴻安難得回娘家 很久離開立法院好多年了 而這次高鴻安來到立法院 正是為了財化法修正 去年新竹市民繳稅2900多億 每人卻只被分配到100億的 統籌分配和一般補助款 配回律師全國墊底 韓院長也表態要各黨團 針對提出的版本好好討論 而高鴻安此次回娘家 除了拜訪國民黨團 自家黨團當然也要去 白映立委也送上禮品 要高鴻安好好補補身子 有很多位的新竹市議員 都有針對我們這一次現行的 財化法修法表達高度的擔憂跟關心 藍白相繼推出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 新竹市長高鴻安開出第一槍 親自會面立法院藍白黨團 就判財化法這塊大餅能再適度分配 繼續黃靖茹播 中台北報導